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定位置 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秒的生 我们接着请黄宗志黄教授 他跟我们谈的是鬼谷文化古字经用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切入 谈我们的态度跟态度的改变 我们中文从开始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整个的发展 尤其在2016年开始 我们走向于所谓一个古字经用的这一块 反正说开始就写了 鬼谷文化发展大未来 那一方面是把我们鬼谷文化的将来的重要性 以及将来在我们这个社会 整个家国在我们这块土地上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保护 应该怎么样的去发展 那么从这里头有发展到 我们有12个大的重要项目 那这些12个大重要项目 我们分头 大概现在正好是约级 正好是100篇文章 那么这些文章就是这样子一路 那么每位教授呢 他们都从他们的专业角度里头 来告诉我们说 鬼谷文化到底在 它那个领域里头 可以怎么样的去发挥 这样子能够去发生 好的这种影响效果 我们现在请黄教授 请 杨院长 两位黄院长 吴院长 依然到场住持 元会法师 各位贵宾 各位先师同修 大家好 先前杨院长看到我这一份 有点复杂的讲纲 他就跟我说 他就提醒我 你要把时间控制好 他让我有点紧张 三天前就是上个礼拜六 我平常白天很少开电视 那上个礼拜六早上 9点20分左右 我打开我们的微信电视台 结果正在播 我在宜兰道昌 我主讲的那一部分 我自己看着看 其实不甚满意 所以我今天我会改进 长话短说 把时间控制好 下面我们来进行我们本主题 态度与态度改变 它是我们现今 社会心理学的核心课题 社会心理学的社心学者 他们经由科学方法的研究 出态度与态度改变的很多的理论 很多理论 它源自于1960年代 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要 和时机问题而产生 换句话说 社心学者应用科学方法 研究态度改变到现在 不过是80年的历史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 代表鬼谷文化核心思想的 鬼谷子这本书 它成熟于距今2300多年前 所以本研究深入探讨 发现现今色心学者 经由科学研究所建立的 各种态度改变理论 使着我们可以从鬼谷子这本书 来找到它的脉络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它是现今鬼谷文化的古智金融 首先我们来谈谈 态度跟态度改变的重要性 曾经有一个 有一位 有一个人到工地参观 碰到三个正在工作的工人 他问他们同样的问题 请问你现在在做什么 第一个工人听到了之后 很生气的回答 说难道你没有看到 我现在在这里做苦工吗 第二位工人虽然没有像 第一位那么样的生气 但是也是表现出 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说我为了养家活口 我在这里做工 第三位听了之后 他把他的扁蛋放下 从他后面口袋里头拿出一条毛巾 插插汉 微笑地跟他说 我现在正在参与一项工程 等到改天那项工程完成了 我想到我曾经参与其中 我就心有容颜 哪一位比较快乐 第三位 他启示什么 他启示不同人做同样一件工作 但却因为他人生态度的不同 而有不同的感受 所以各位 开心生活 开心工作很重要 你要不要成为一个快乐的人 其实是你自己可以做决定的 来 接下来 我们从那个讲纲 我有提出两大事例 来证明态度跟态度的重要性 第一个是行为公式 这个行为公式 我是借用杨院长在多次 演讲的时候所用的 根据这条行为公式 他强调一个人竞争力的高低 取决于个人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的 总和承上态度的次方 也就是说在智能同等的前提下 一个人他所拥有的正能量态度 越大的话 他的竞争力越强 那么竞争力为什么 在现在竞争力为什么 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当今21世纪 它是一个知识经济的世纪 知识经济强调创新变革 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变革 会将我们人类带向无限可能 速度决定个人成败 竞争力决定长期兴衰 所以一个人或是一个企业体 他如果想保有比较长期的 兴盛的竞争力的话 他必须要拥有比较高度的正能量的态度 所以态度为什么这么重要 下面我们从第二个事例来谈谈态度改变的重要性 这是1940年6月26号 正当纳税横扫欧洲 法国沦陷 这时候的德军空军正准备对英国进行猛类攻击的时候 这时候英国首相丘吉尔夫人写了一封劝告信 警告郑兴系德军即将入侵前景的邱吉尔首相说 他说你可能会因为你的粗暴 尖酸刻薄 以及堕堕逼人的态度 而被你的同事跟下属突变厌恶 又说我注意到你的态度变差了 你不再像以前那么样的和善了 所以他说你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人 如果你所命令的事被搞砸了 那么除了国王大议长跟主教外 所有任何人都可以开阁 因此他说 手握如此强大权力的你 必须结合儒雅 必须结合和善 如果可能的话 要有高度的平静 最后邱吉尔夫人引用法国的一句谚语说 一个人唯有保持沉着 才能够统治人心 所以邱吉尔夫人的这封信 邱吉尔首相收到了 看到了 也看懂了 也想办法改正自己的言行 那么邱吉尔首相 他选择改变自己的言行态度 主要是希望未来能够赢得参与 这项战役的所有人的信任跟爱 所以我们关注邱吉尔夫人 她所写的这封 劝告信 其实她所采用的是什么 她所采用的就是 2300多年前 鬼谷文化综合学说里面所强调的讯息 说服与沟通 而她采用的沟通方式 不是面对面的沟通 而是拿开两个人的心理的空间 给予对方有比较足够的时间 省私的文字书写的方式 所以邱吉尔夫人的这封信 她让邱吉尔首相了解了 接受了 也改变了 后来根据邱吉尔首相的私人秘书 她的回忆说 当我在唐宁街10号的时候 各位知道唐宁街10号是 是什么 唐宁街10号就是英国首相的官邸 所以她的私人秘书说 当我在唐宁街10号的时候 走廊上都会听到笑声 即使在最黑暗跟最困难的时刻 也都会听到笑声 她启示什么 她启示笑也是一种态度的展现 所以各位改一改方法 改一改态度 然后让笑充满在你的生活中 它会使一切改观 试试看 接下来要跟各位谈谈 我这个研究的重点部分 也就是态度与态度改变的基本历程 和鬼谷文化 在态度与态度改变上的古致经用 这部分有点复杂 有点难 但是我尽量把它简化 我尽量举例子 让各位能够了解 然后希望你能够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上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态度 所谓态度一般来说 它是一种评价感觉 评价感觉 个体对它所持对象 包括人事物所拥有的一种评价感觉 该评价感觉 它可以影响一个人 是否会加入某个单派 该评价感觉也会决定 也会让一个人喜欢班上某一个同学 特别不喜欢班上某个同学 所以有一天在学校 我跟两位男同学 一起走进我们研究大楼 准备搭电梯上楼上课 那么其中一个男同学 就问另外一个男同学说 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女孩 这个男同学不讲思索的 很快就讲有气质 我听了之后 不免对他多看了一眼 我想这个男孩 这个男同学很有品味 看女生不看外表 看内在 看内在 那么这个什么是气质 有人说气质是一个人内在心灵 内在灵魂的显现 果如是的话 那么气质它是源自于一个人内在的修养 含养 教养 素养 而表现于外的 言行 举止 衣着 谈吐 等等给予人的一种感觉 一种评价感觉 因此一个有气质的人 他在举止 投足之间 给予人的是一种高雅 温稳如雅 稳重 行为有节制 包括 应退 进退 有方 也包括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勿施于人 这个 就像我们刚刚黄燕松所讲到的 哪五个 温良功俭让 你能够做到的话 你就是一个有气质的人 那我们一起来努力 下面我要谈一下 我们社会心理学者 他们对于态度的一个解说 根据社会心理学者 然后根据他们对态度的解说 要来提出 如何透过情境设计 来影响对方 产生态度改变 所以这部分我希望说 你能够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上 那个根据色心学者的研究 所谓的态度 是个体对情境中人事物 所持有的一种心理 内在的心理倾向 这个内在心理倾向 它最后会表现在 外表的行为上 所以我们的态度跟行为之间 它具有一个双向的关系 像我们刚刚提到 前面提到三位工人 我们可以从他的行为表现 来推测他内在的态度 所以这个色心学者 他们进一步的研究态度 发现态度本身 它是有组织的 它是有结构的 换句话说 态度它是有认知 情感 行动倾向三大元素所组成的 最重要的 这三大元素之间 它具有协调一致性 比如说喜欢抽烟的人 他对烟的认知 烟是好的 情感上 喜欢 行动倾向上 所以有關態度改變 它可以從三方面著手 第一個有認知改變 達到態度改變 第二個有情感改變 達到態度改變 第三有行動傾向變 達到態度改變 這三種的策略 以第一種最好用 最好用最普遍 認知改變達到態度改變 剛剛邱吉的夫人 所寫的那封勸告信 就是認知改變達到態度改變 鬼谷文化中的縱橫學說 也是透過認知改變 達到態度改變 其實我們今天用的也是 認知改變達到態度改變 你們體會到了沒有 下面我簡單的說明 簡單的說明 第一個 如何能夠有認知改變 達到態度改變 它的基本法則 就是利用說服性的訊息 透過說服者的傳播 將這個說服性的訊息 把它傳給對方 讓對方有認知改變 達到態度改變 要達到這樣的目的 要掌握四大變相 第一個就是訊息內容 一定要具有可用性 要具有新奇性 不妨來點意外性跟矛盾性 也就是說 你要改變對方的態度的話 你所提出的說服性訊息 一定要想把引起對方的注意 他才能夠去經由接受 了解然後產生態度改變 所以第一個 訊息內容很重要 第二個訊息傳播者更重要 這個傳播者他本身必須要具備有可信度 可靠性 要具備有權威性 我們的權威有兩種來源 一個是來自於法定權威 一個是來自於專業權威 哪一個比較重要 專業 所以比如說我們說服父母親帶小孩子去打預防針 警察有效還是醫生有效 當然是醫生有效 醫生具有這方面的專業權威 所以我們根據歷史的記載 春秋戰國時代的仲恆家 像我們老祖的弟子舒秦張儀 仲恆家 他們不是泛泛自卑 他們博學多人 行於四方 六義六疑是他必修 所以當父母親也好 當老師也好 其實權威的梳理其實是蠻重要的 這是訊息傳播者 第三個要掌握的變相是你說服的方式 你是用論證還是用訴求 論證有單面論證 雙面論證 訴求有理性訴求 情感訴求 怎麼去用完全看對象而定 你們可以參考我那篇文章 然後第四個也是很重要的 這個訊息接收著對方 他的原先態度是什麼 我們要掌握住 也就是說你所提供的說服性訊息 如果是在掉在對方的接受緯度裡頭 讓它產生同化效果 會不會產生態度改變 會的 會的 反之你所提供的訊息內容 如果是掉在它的拒絕緯度裡頭 跟它原有的那個原有態度差距太大的話 會讓它產生對比效果 回跳效果 會讓它跟堅持它原有立場 不容易產生態度改變 從這邊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體會到 知己之人很重要 接下來我們來談態度改變的 第二個基本歷程 認知不變 行動傾向也不變 我們著重在情感的改變 由情感改變達到態度改變 它所應用的是我們人類兩大基本需求 依賴需求跟親和需求的滿足 它的基本法則 它所用的基本法則 不必要像我們剛剛的 還要論述 還要訊息說服 都不要 只要讓對方知道 你現在所擁有的態度 你現在所擁有的立場 跟你所認同的團體規範 跟你所一起的團體成員 有很大差距的話 有很大差距的話 這時候的個體它為了要獲得團體的認可 為了獲得團體的接納 它會想辦法怎麼樣 想辦法改變 改變會朝什麼方向來改變 它會朝團體的規範 朝大多數人所採用的態度跟立場去改變 所以要有情感改變 要有情感改變讓對方產生態度改變 它通常比較適用於認同感 我們感 向心力 鄰居力比較高的團體成員 我們可以用情感改變達到態度改變 基本上它所用的理論基礎 就是楊願掌一再強調的團體動力學 團體動力學 它有兩大的變相 一個是強調團結 一個強調動向 所謂動向就是團體活動的方向 所以我們要透過情感改變 來讓對方產生態度改變的話 我們要掌握的就是團體的動向 我們利用團體的討論 團體決策 團體的規範 團體的從重壓力 來讓對方 來讓對方有情感 它為了要得到團體的認可 為了要得到團體的支持 它會朝著團體的規範去改變 這是第二個歷程 第三個態度改變的歷程 就是認知不變 情感不變 想辦法引導它產生行動改變 它的一個基本觀點在於 你我每一個都比較不能夠忍受 我自己跟同類的其他人 有態度上的矛盾 有態度上的不一致 或是說你我都比較不能忍受 我本身擁有認知系統裡面 我擁有兩套不和諧的認知 或者更簡單的說 我們比較不能夠忍受 我對某些事情的認知 和我的實際行為表現 產生不一致的現象 所以只要你跟團體中的其他成員 有產生不一致 不和諧 矛盾的現象的話 會讓你產生焦慮 不安 緊張 為了消除焦慮 緊張 不安 唯一方法就是改變行為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各位就可以了解 怎麼樣透過行動變 來讓對方產生態度改變 比如說抽焉的人 我剛剛講過 他協調一致性 喜歡焉 焉是好的 但是有一天抽焉的這個人 他早上起來看早報 早報用很大的篇幅 告訴他抽焉跟肺癌有關 如果他相信這個醫學新聞的話 那麼他的抽焉行為 跟對焉的認知產生什麼 產生失調 唯一的辦法要把緊張 焦慮 不安 消除 唯一的辦法是什麼 戒焉 行動改變 談到戒焉 有一個實驗 他讓抽焉的人分成兩組 A組讓他看肺癌的圖片 黑白的 不是彩色的 第二組讓他們看 整個肺癌的開刀過程的影片 血淋濃的 動態的 彩色的 然後研究發現半年後 哪一組認知失調比較嚴重 看什麼的 看影片的 看影片的 他產生很恐懼 所以半年後 第二組他戒焉最多 所以從這邊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體會到 要讓對方透過行動改變 來達到態度改變 要善用 想辦法製造 認知失調 所以我現在沒有那個講 剛上我提的有四個 我就用舉例子就好了 第一個是不足的 不足的講賞 通常小孩子考試考第一名 父母親會去講賞他 請問 輕輕賞 還重重賞 你如果重重的賞的話 那麼小孩子他認為 我是為了 為了講賞而來奴隸 不是我自己要奴隸 所以要輕輕的賞 小孩子做錯事要處罰 請問重重打 還是輕輕打 有些小 重重打 小孩子 小孩子會說 媽媽 我不夠犯了這麼一點小小的錯誤 你這麼重打我 我已經付出代價 不容易產生態度改變 所以各位記得 高高抬起 輕輕放下 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對於自己的努力 跟代價的辯證 來辯證 我提出了一個ROTC 就是它是一個 美國後備軍官訓練團 很多的美國青年 他都很希望加入這個團體 認為加入這個團體是個榮耀 但是有一部分他不是很喜歡 但他也費盡心思加入了這個團體 加入這個團體之後 他發現成為一位軍人 軍人講究的就是 服從 不能退出 所以這組人認知失調 最嚴重 我不喜歡ROTC 我偏偏費盡心思加入ROTC 壞 因為我最後的決定是 因為我喜歡ROTC 這樣清楚了嗎 就是因為我 所以說認知失調最嚴重的這一組人 他進入ROTC之後 成績最好 這是一種我們態度改變理論的一個 自我知覺理論 慢慢你就會變成你所表現出來的那種人 我本來不喜歡你 但是為了我表現禮貌 我假裝喜歡你 裝到最後 真的喜歡你 因為各位 在人際互動上 我們很難不喜歡那些喜歡我們的人 所以你要別人喜歡你的話 要先喜歡別人 來 第四個是決定後的思條 我常常跟我們的一些父母親說 我們不要幫孩子做決定 讓孩子自己做決定 一旦他有失調 一旦他有失調的話 他自己會解決 所以記得不要幫你的孩子做決定 最後我們接下來要談一下鬼谷文化 在態度與態度改變上的古製金融 這部分本研究 我是有鬼谷子這本書 以及我們維新聖教總教育 《完禪老祖玄廟真經》 由虎年師父禪結有一到九冊 根據這九冊的內容 還有鬼谷子這本書 我加以深入研究 研究結果證實 現今以科學方法 研究出了態度與態度改變理論 它就是2300多年前鬼谷文化的古製金融 其中以認知改變 達到態度改變的訊息說服溝通傳播 最為顯著 它也是鬼谷文化縱橫學說的核心 它重在論述什麼 我們鬼谷文化縱橫學說 它重在論述天地陰陽百合之道 然後以宇宙一太極 物物亦太極 人人亦太極 太極含什麼 太極含陰陽 陰中有陽 陽中有陰的 這樣的一個義理 來變動陰陽的 透過變動陰陽的掌握與應用 使人心 人性 自性 得以開展與啟發 以為態度改變之本 其中鬼谷子一書 各位如果有機會的話 大家可以去請我們中文有所謂鬼谷三卷 三卷可以請來讀 鬼谷子一書它的中心思想就是論辨 它的核心精神就是用辨的哲理 來尋求雙方可以接受的預期的態度改變 它的一個基本論點能就是有最根本的哲學面 人心 人性 心靈 自性 著手 透過變動陰陽的調和過程 來建立人跟宇宙萬事萬物之間的和諧與平衡關係 它跟我們現今的社會心理學 透過社會心理學科學研究所建立出來的平衡理論 認知一知心理論是相應和的 最後很快提出三點的重要的結論 請各位參閱講綱 第一個結論 態度與態度改變 在現今知識體系 以及複雜的人際互動關係上 它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從以上我所談 你應該可以體會得出來 第二 態度與態度改變在文化 在原文化 在創新文化 在主流文化 在刺激文化 我們今天所談的鬼谷文化 它是主流文化 它也是創新文化 所以本研究發現現今科學研究出來的態度與態度改變 主理論以及它的應用 是的就是鬼谷文化與現今的古字經用 請參閱本文 第三點 鬼谷文化在態度與態度改變上的具體應用 就是變動陰陽 各位掌握的 變動陰陽以求和諧與平衡 所以它可以應用在我們當下 身心變化最大 問題困擾最多 態度改變可能性最大的青少年的身上 所以研究發現青少年期 它是我們人生第二個反抗期 第一個反抗期在兩歲半 第二個反抗期在青春期到身形成熟 所以這個青少年期的個體 它是一個不斷地尋求獨立自主的精神斷來期 所以青少年的行為 由我們大人的角度去看 所謂狂飆 叛逆 失序 讓很多父母親困擾不安 其實我們如果嘗試用青少年的角度去看的話 狂飆也好 叛逆也好 失序也好 它不代表變壞 它只是一個暫時的過渡現象 所以我們期盼這個父母親能夠嘗試站在青少年的角度 青少年的角度來看他們 也嘗試利用鬼谷文化的一個改變來相互的勉勵 青少年基本上來說 他們是可以被教導的 被改變的 被感動的 所以請記得不要對我們的青少年貼上標籤 有標籤的話把它抹掉 讓它歸零 讓他們重返起跑點上 最重要的 給予青少年一條足夠的繩子 一般來說他們不會拿這條繩子去上吊 對不對 不會的 他們會拿這條繩子從井裡頭怎麼樣 慢慢地爬出來 所以我們做父母親的要學會等待 學會長期的等待 等待什麼 等待青少年真正的改變 他需要時間 一旦有一天你發現了孩子改變了 請你告訴他 或許不是因為我為你做了些什麼 而讓你變得如此的美好 而是因為你願意打開 心扉 讓自己有更多不同的選擇 而媽媽媽爸爸我 很幸運地參與其中 試試看 試試看 所以最後我要說的 有時候我們做父母親的也好 大人的也好 偶爾放下身段 偶爾放下身段 會使一切改觀 為什麼 因為人需要愛 跟被愛 享受生命的樂章 小孩一樣 我們大人都一樣 現在你我每個人都一樣 謝謝 謝謝 我們論文集的第四集跟第五集 每一集 這個第四集 第五集大概 他的文章很長 所以分成為兩集的刊登 如果各位進一步 想再多看一看的話 請各位參閱 各道場應該都有這個 都有吧 都有吧 都有這個 因為我都請他們 都寄到各道場 各位 文章有的時候 是你看到了 也許不覺得是有什麼 但是各位可以發現 這個研究者 他是花了很大的功夫 去把它做一些 這個閱讀 整理 所以我想這一部分 我們特別請各位大家 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兩個都是學教育 但是我們 因為教育的對象就是人 所以我們對心理學 教育心理學 社會學 社會心理學 我們都有 比較多的這個接觸 因為你一個人 心理學 就是研究人的行為 你要去教一個人 我當年 第一志願考 正大教育系 我很阿Q 我是說如果我學得好的話 去教教別人 如果沒有學得太好 那麼至少教教自己的小孩子 我們不但是應該資回本錢 我們不但是也資回本錢 而還有很多的價值 我們對過去的幾十年的教育的工作 我們的心得 我們自己的感覺到 就是收穫滿滿 所以我想請各位 有的時候 是要去 學一點方法 有的時候要有一點 這個理論的這個背景 這樣子的話 你才會得到 比較堅實的 這種說詞 或者行動的依據 我想各位 就是我們 中門 師父一直希望 能夠幫大家 就在我們的個人的修為當中 能夠有更多的 所謂的學問 有一點學問 那麼你就變成說 你比較 講話也可以大聲一點 那你也可以比較有信心的 去做一些事情 那有的時候 你也變成有勇氣 去改變一些事情 所以剛剛黃教授最後是說的 在某些時候 不是都是我們對 在某些時候 我們也應該要 調整一下我們的心態 甚至於說改變一下我們的身段 改變一下我們的做法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跟別人 包括到親子夫妻 親子家庭 子女 這些才能夠得到一些圓滿的 改變以後的那個結果 所以我想我們 在很多事情的做法上 我們都希望說 大家都能夠 一起來努力 那麼這些 應該會讓你能夠在 你的人生旅程當中 會得到一些不同的這種 這個回應 我想這一部分 我就請各位 有興趣的話 那麼我想是有的時候是 很多時候是要勉強一下 有時候是要勉強一下 你說藥很苦 你要 為了要把病醫好 你也都 苦也都喝下去了 所以我們有時候也就變成說 我們因為有了某些改變 所以我們也得到一個 滿意的一個結果 我們要想這個身體健康 我們就只好請 吳醫師呢 快樂的吳醫師告訴我 所以我們是應該 我選擇有兩方面 我研究所我是學心理衛生 心理衛生在消極方面 就是要去病 要去不好的 要去壞的部分 那積極的就是要加化 要加值 要增加 所以才告訴我們說 我們怎麼樣子能夠 把身體照顧好 那麼我後面我再告訴各位 你只要把心理照顧好 好嗎 我們請委員長 感謝楊院長 還有感謝這個 演會法師的安排 那更感謝各位師兄師傑的參與 那我非常在這裡也感謝 研製法師跟他的內人 遠從事老到這裡來 謝謝各位 感謝各位真的 那今天 給小弟有一個學習的機會 那這個道場 說實在的 我很喜歡來 大概一兩個月前 我也來過一次 那特別是今天感受很深 因為中午我們吃了一個 非常豐盛的養生的總餐 那我們在裡面做了一桌 大家都吃得很高興 還吃到非常好的宜蘭的米粉 那在我桌子上前面的這個不鏽鋼的鋼杯 裡面是茶 但是我也非常喜歡這是什麼 養生茶 我怎麼說養生茶 各位 泡茶的時候 你泡了最多五次以後 你就要把茶葉怎麼樣 拿掉 不然五次以後再出來的茶 就會很多不好的成分在裡面 結果這個茶水呢 裡面是沒有放茶葉的 就已經泡好的只有茶水來 所以這個也是養生的茶 我們喝茶的人也要 大家都知道茶很好 但是你如果喝錯的話 你反而得到它的壞處 那等一下我們還會講到喝茶的事情 那今天我要講的題目 剛才楊演長已經介紹過了 那是快樂的吳醫師 那因為我最近出了這一本書 我希望我自己能夠快樂 健康長壽 那我也希望這一本書啊 看到的人也健康幸福快樂 各位覺得人生在這裡面 最重要的是什麼啊 很多人跟我說是健康最重要 但是我有個機會去演講 有個人說錢最重要 結果那個人從頭到尾都在講錢的事 我覺得錢是那麼重要嗎 我想不是 應該是健康最重要 所以我今天朝著健康的方面來講 那一般的人在講健康都會說 現在的人朗朗上口都講說 第一個我怎麼樣 不餓在床上 第二個呢 我頭腦要好 頭腦清晰 第三呢 我能夠自由自在的佛動 第四 我的生活能夠照顧 第五呢 我家庭和樂 我的心情很平靜 人家說一天沒事 是什麼 曬過大神仙 是不是 但是這樣就叫健康了嗎 有的人呢 借著都有 但是他的行為去殺人啊 做犯罪的事情 關照煎熬裡面去 你說他是健康嗎 應該不合乎健康的含義 所以他的健康本身還要合乎他的行為 合乎社會的道德社會的準則 那以現在的觀念來看 我們的現代人 都更應該有更好的現代的健康的觀念 要所謂健康的人生觀 健康的養生觀 還有健康的隨時要調整你 怎麼樣維持你健康的規劃 你各個年齡有不一樣的健康的規劃 這樣子呢 才合乎現代人的一個健康的含義 那古代的人呢 對健康的敘述 覺得說 我的日常生活 十一日行 我第一個要怎麼樣 站如鬆 坐如鐘 行如風 睡覺 睡如宮 站的時候我能夠挺直 腰幹直 你說這個是不是健康 其實呢 坐 坐 坐得很穩 像一個大宗一樣 四平八穩的 第三呢 行動要如風 動作很快 那我們在年紀大的人 在測驗他是不是巴金森 他是不是失智症 那是不是他有退化 我們在醫學上有一個 就是你坐下來 起來 然後走六公尺 然後回來 你有幾分幾秒鐘以內完成 如果他行動不如風的話 那很明顯他就有病 睡如宮 所有的動物裡面 睡覺能夠像我們人 所有的動物的睡覺 都是拱著睡 你看牛羊馬有沒有 有沒有能像我們人躺著這樣睡 能夠拱著睡覺 特別是 這邊睡覺最好 因為我們的心臟在左邊 你如果這邊睡的話 怎麼樣呢 壓到心臟 所以這邊拱著睡 拱著睡的人呢 以動物來講 是健康的 古代的人把這個養生 講這樣子 那另外呢 我覺得呢 我自己比較 喜歡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常常在恭賀人家 或者是慶祝人家 都會講四個字 五福寧門 我想這四個字大家都看過 那五福寧門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我們的門簾的橫批 我們過年的時候 大家都心高采烈 打掃啦 換新衣服啦 家裡也給他弄得很乾淨 還要貼門簾 門簾這個東西 在我們中國 是宋朝就開始有的 但是到了明朝朱元璋的時候 是大力的推動 朱元璋皇帝他要求過年的時候 每一家家家夫婦門口 都要掛門簾 他甚至於親自去看 看到有一家沒有掛門簾 結果呢 因為那一家他是什麼 是台爹的啦 殺豬的 主宰戶 那麼他的門簾不曉得怎麼寫 也沒有人敢跟他寫 那個時候啊 朱元璋皇帝啊 親筆給他寫了一個對年 所以可見啊 朱元璋那個時候是大力的推薦這個 掛這個門簾 那門簾也有很 很的批 五湖寧門 什麼是五湖寧門 神秤 九湖寧門 我反正的 把他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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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